再这么追下去 新加坡会不会变成香港那样 以后年轻家庭会不会都买不起房子 或者一辈子都还不完房屋贷款 大巴摇一像一间私人组屋的五房市单位呢 以200万元挂上网求售 有人说这个屋主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想要改写组屋市场的历史吗 不过这个或许会成为转售组屋市场的方向盘 有人担心再这么追下去 新加坡会不会变成香港那样 以后年轻家庭会不会都买不起房子 或者一辈子都还不完房屋贷款 新加坡第一次组屋交易破百万是什么时候 大家应该印象模糊了 Hello 已经是12年前2012年的事了 根据建屋局的数据 这十多年来虽然每一个组屋区呢 都有百万组屋求售和成交的记录 数量却是凤毛麟角 也就是说要卖超过一百万不是天天有 也不是要有就有 因为不是每一天都是星期天 正当组屋摆脱一百万 超两百万的新高卖进 年轻人心中最大的疑问是 等到我想要买组屋的时候还买得起吗 而中年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要问的是 等到我想卖房子的时候还能不能卖到一百万元 其实买得起百万组屋的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退休老人家 他们心里的OS是 我手头有钱 但我不是笨的 为什么要花一两百万元买组屋 这里有问题吗 来来来 我们看看交价两百万元的组屋是玩真的还是寒爽的 这间大巴窑The Peak的私人组屋单位 屋气剩下大约87年 面积是1258平方英尺 喊出了石破惊天的200万 外界一般并不看好 2023年11月同样在大巴窑The Peak的一个五房式单位 成交价是156万8888元 200万登高一函 马上在网上和房地产界引起了舆论暴动 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组屋的屋主有浪漫情怀 才会漫天开架 也有人反呛 干脆去打抢比较快 有200万还不如去买私人公寓 2022年总共有27896间组屋转手 当中的百万组屋有370间占了1.33% 到了2023年转售组屋的数量减少 共26735间 百万组屋470间 比例上升到了1.76% 眼看转售价节节上升 连创新高 你说政府会不会冒冷汗 必须强调的是 百万组屋的买卖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都是你情我愿的交易 没有人把刀架在谁的脖子上 这样的买卖已经不是卖家开架时不时计 买家明不明智了 可以解释的了 但是组屋是怎么冲上百万的 两百万的组屋会不会成为常态 百万身价离不开的是这几个条件 地点好 面积大 楼层高 如遮拦 靠近地铁站 周边有购物商场 巴沙和小贩中心等生活设施 所以靠近中央区和市中心 向来都是百万组屋的热门地点 百万组屋有市场是因为转售组屋的买家开始多起来 有些私宅业主或者是退休人士呢 陷入了所谓的 property rich but cash poor的有房没钱的困境 于是选择卖掉私宅 套现一些钱 进而住进转售祖屋 down break 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 祖屋的维持费比较低 新加坡政府每年派发各种津贴 又比私宅的屋主要多 所以有不少的私宅业主 都会把祖屋当成居住的避风港 此外呢 预购祖屋因为冠病疫情而延后交屋 导致一些年轻买家的人生规划呢 配合不到 他们无法等待预购祖屋 长达四到五年的完工期 或者呢多次抽签 还是无法申请到预购祖屋 只好转向转售祖屋市场 当然呢 建屋局也已经开始追上进度 缓解了年轻家庭的忧虑 好了 现在一个问题是 转售祖屋价格会无限期的上涨吗 尤其是年轻一代或许会感叹 不知道买得起转售祖屋吗 到底谁的问题 出现越来越多的百万祖屋 是政府的错吗 新加坡政府的原则是 地段越好的祖屋 购物津贴也越高 这是为了确保人们负担得起 不过呢 为了避免买家不公平地卖出 好地段的祖屋 获取暴利 建屋局在2024年的下半年呢 把新祖屋分成标准地段 优选地段 黄金地段祖屋 而不再是用过去30多年的成熟与 非成熟市政来区分 这些新的优选地段和黄金地段的祖屋 要进入转售市场需要等上15年 政府预料 更严格的限制会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转售祖屋的价格 让祖屋价格保持在多数国人能够负担的水平 政府说 他会密切观察新的祖屋分类框架 对整体转售市场的影响 必要时进行检讨 看得出来 新的祖屋分类框架呢 反映了新加坡政府 要实现可负担房价 维持社群融合 以及保持制度公平的程度 你知道的 政府恨不得百万祖屋屡创新高的消息 不要发布或者呢 媒体能够在报道中加入警示文字 类似抽烟会导致肺癌 或者是开车不能喝酒 喝酒不开车的信息 百万祖屋的新闻 是不是也要打上这类的字眼 以上百万祖屋售价创新高的新闻 是极少数的案例 购物者不能视为常态 也不能够耕风追吵 政府呢只差没有说出来而已 转售祖屋的价格走向如何 要看我国接下来的经济展望 和就业市场的走势 此外呢房屋贷款利率 是否会维持在高水平 那些必须要借大价钱来买房的人 必须要谨慎的盘算呢 李之声部长说 以一百万元或者是更高价格出售的 祖屋数量 在近期的转售总量中 所占的比例呢 仍然非常的小 的确跟全年转售祖屋的 总成交量相比 百万祖屋的数量仍只占少数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条件良好的祖屋还是很抢手的 屋主等着躺赚一笔 百万祖屋会不会破两百万 我想的是迟早的事情 总会有第一个自认比别人勇敢的人出现 神农是白草那样 不是拉肚子 就是拉出一道彩虹 我是张海杰 我说海不可抖凉 你说呢